今天很榮幸邀請到Ted Lo 作氏樂大師 跟他面試一次 今天我們想講講一個 Musician 一個新人 他的 career path 應該是怎樣 作為一個新人 我首先介紹自己 我是代表OBMA的 一個音樂組織 我們是一個OBMA O Boys Music Association 我們成立這個組織 想由一個學校 原本由學校開始的地方 我們想引申到一個 去到一個 commercial 現實之中的世界 和社區性 community 我們正在講音樂 正在發生什麼 很感謝Ted Lo 抽到他保衛的時間 我們今天都很榮幸去到他家 來做這個訪問 多謝Ted Lo 是我的 pleasure 請抽到時間給我們 我或者介紹一下Ted Lo Ted就是這個爵士樂大師 他除了爵士樂 他也參與很多canon pop 或者和很多藝人寫歌 做音樂的arrangement 甚至是和很多大型的樂團 做音樂的總監 arrangement 搞很多concert 或者我交給Ted 他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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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大學的時候 讀著士音樂的Burkery School of Music 在Boston 七年代的時候 我就是 I guess 我是第一個 中國人 算是畢業 在那裡 我是很早 真的很喜歡 著士音樂 很有趣 真的 七年代讀書 在波士頓 然後 前些 在 差不多 1998年 搬到紐約 所以 真的 全職 在韓國 工作 然後 我1996 回來香港 工作 所以 我回來了 二十幾年 五十幾年 回來香港 就 尤其是香港的市場 因為我那邊 在美國 都是 集中 都是 彈著士音樂 香港 就沒有 有一個市場不同 一個文化 著士音樂文化 就不太大 比美國 歐洲 香港 我就 其實 做了很多 拍攝 音樂 回來了 當時 我一直都 集中在 爵士 那裡 多數 在香港 都做了 project 我們 Locally 一直都 有些 爵士 班 玩 一直都 繼續去玩 香港 每年 有些 爵士 festivals 這些 工作 我們 都 很期盟 玩 一些 大的 concert 但是爵士 的市場 是不大的 香港 所以 香港 如果是 成功 韓國 真的 很多人 如果出來 做的事 都是 pop music 的市場 都是 地方市場 就是 很多人 所以 我 都做很多 pop 音樂 好 現在 都是 現在 pop 市場 轉了 很多 因爲 很多 技術 不同 現在 很多人 可以下載 所以 我回來 那時候 就 很多 製作 更多 那時候 好 那我 或者 可能是 新一代 新一代 香港 尤其是 香港人 新 剛剛畢業過 音樂 他們 就是 career part 應該是 如何開始 就是現在 現在 最重要 我覺得 那個 音樂 集中在哪種 音樂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 因爲 我覺得 personally 因爲 我也 教很多 students 就是 教音樂 就是 教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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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知道 我認識很多人 香港的 概念 我覺得 我 最好 都是 我們 做音樂 不要 選擇 那個 career path based on 那個 career 因爲 你定了 你喜歡哪種音樂師 很緊要 whether classical rock jazz 明白 明白 就是定了 想唱歌 pop 你要定了 這個很緊要 不 instead of 咦 pop music 可以 賺錢多些 我自己去做pop music 這個不行 這個 不可以 不論我們 我聽歌 我們 都是聽 通常都是 canton music 通常我們去聽 就好 明白 好 好 canton pop 是美麗 很多好音樂 canton pop 是美麗的 音樂 很多人喜歡 嗯 嗯 我 不過你 就說 不要選 就是 就是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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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不是真的太喜歡 不會 那麽成功 因爲 因爲 你學音樂是真的不可以 真的 我覺得呢 是 我最後的 advice student 不要擔心 career path ok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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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回到,我覺得,如果你問我,我覺得音樂師的路線都應該,我們不要那麼擔心外面的挑戰,你懂嗎? 這個疫情,這個疫情不能說,今年都很危險,但我覺得是,作為音樂師,我覺得真的,如果你喜歡音樂, 你會繼續去,因為如果你喜歡一件事,你會做得很好的,你會成功的,我覺得,但你要定,這個很重要,譬如香港,classic music, pop, or jazz,不同, 拍音樂,我們知道,就有一個市場,如果你是喜歡拍音樂,那你會繼續拍音樂,慢慢回到市場,如果你想很喜歡Jazz,我覺得就不是看香港市場, Jazz就是世界了,因為現在,you know,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through internet,那些,根本現在,我們可以promote自己,worldwide, much easier, than by YouTube,很多人是, 因為YouTube,真的成名了,提招了,特別是,尤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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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多人,所以現在是, in a way,這個,是挺inspiring的,現在不需要,即是,如何唱公司,如何promote你啊,如果你有,if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如果你有一個好產品, 你可以先買YouTube先唄,那 meet the media,and then,看什麼能顧及回答, yeah,because, Ward of Mouth gets around easier,即是,有什麼正的東西,Ward of Mouth, check out the video, you know, 好易,Spare YouTube,it's quite amazing,是,那你,for jazz,我會覺得呢,不用想香港市場那些東西的, 所以有時候,那個人發現,網友說得不太多,因為,我們香港不是這麼多 jobs,這個城市, 比如美國是很多城市 50個城市 要這麼多的國家 一個城市可能會生活一種 類似Jazz Candle Pop可以 但非常競爭的Candle Pop 當然可以做的 Jazz根本沒有在世界上 而且中國 也算是一個大市場 Future 因為這個經濟 Future 應該 各種音樂都有市場 市場 市場 這個就很近我們香港 我們中國 這個都不可以 ignore 現在技術影響 這個世界很大 以前我知道 你們當然是找唱片公司 你們要認識別人 才會讓你進去 現在可能是 技術 但現在CD也賣不到 尤其是 基本上網絡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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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 Jazz Ensemble 三個月 我的學校是十二個學生 所以現在 正在做這個系列 系列 就是 What to win 那些 我覺得香港 我是Coach Ensemble 即是Playing 我覺得 因為做這個 我會繼續做多些 As an educator You know 一行Jazz Jazz 你不可以在家裡學練 Jazz 一定是 About Connect Interact Skill Interaction 即溝通 所以 所以 I'm doing that Ensemble Class 即是教人 如何去 彈Jazz OK 另外 有一個 很有名的 Jazz Festival Montro Jazz Festival 基於瑞士 六年代 It's the biggest Jazz Festival 今年會第一次 會參加 我就是 音樂總監 今天 今天十二會 會在杭州 第一次 History Festful 第一次是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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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挺興奮的 不過 第一次 這個第一次的 program 就是 因為很多外國人 飛不去 很多會 會有網絡的 好像 你也請了很多 很出名的 但是不可以 有網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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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網絡 Montro 在瑞士 每年一次是全世界 去錄影 可以看到 大家 這次 我們現在 正在進行 finalizing program 希望 Herbie Hancock Ped McKinney 這些是出名的 Esperance Spouting Famous Vocalist 有幾個大名的 process 就是 那個 lineup 但是也是 要pre-recording 不可以 香港有你做代表 是嗎 我會 但是很多 還有什麼 但我都未必去到 所以 所以 它也有很多 最多的 最多的 中文藝術 中文藝術 50%是 Jazz 50%是 Non-Jazz 首先 我會包括 POP Rock 你懂嗎 但是要正 你需要 藝術 這樣也很興奮 OK OK 那 那 如果 你看 現在 香港的市場 或者 China 那 如果 音樂的市場 如果 年輕人的 焦點是否 不只是香港 要大一點 如果 China 市場 我 首先定了 什麼音樂 就是 POP 音樂 例如香港人 POP 音樂 我知道 POP 音樂 當然 香港就是 Canto Pop 然後 China Manto Pop Manto Pop 如果 你喜歡這些音樂 就 你不能 拒絕這個市場 China POP 音樂 是 第一 音樂 音樂 都是 這個 有一個市場 OK 是的 好 或者 我們來到這個時候 請 Ted 示範一下 他的音樂 就是這樣 你想我彈一點嗎 哈哈 那我們 好啊 I think 是的 OK 那我們的部分 先休息一下 OK 我想說一下 對我來說 音樂都是一個 language 我開頭 我開頭玩音樂 當然 小時候 吸收音樂 其實 應該怎麼說呢 這個言語 你要明白 什麼意思 才能說到話 你要知道 什麼 怎麼對你有意思呢 很簡單 譬如你學 你學Classic 音樂 開頭我們看過這首歌 我們看過這首歌 我們看過這首歌 開頭我們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是什麼情 我慢慢學 彈了幾次 整件事聽到 認識多些 那還要彈很多 彈得熟了呢 真的自己可以享受到音樂 那這個要時間 The process 那首歌 樂到那首歌是written Jazz 跟這個是一樣 Only thing is 我們不是看譜 是 我們不是看譜 That's the only difference 就彈一些音樂 是 感覺到整件事 就是知道那個language 例如我 開頭我吸收音樂的時候 小時候吸收 我彈很多音樂 所以這四個歌 開頭我彈很多 And then finally I can really feel it It becomes I can feel it 我真的聽到的 But right before I play 我很熟 但在幾個月之後 我很熟 這件事 那我發揮的時候 我真的 mean something to me 因為我懂 所以Jazz 是一樣 It's a different language It's a different language It's identical 所以 但要即興那件事 要很熟 theory 就即興可以 可以 砌 那個compensation出來 Spontaneous compensation 很多人 我們improvise 聽不到 只彈什麼 那些故事 是不清楚的 The jazz musician 即不是那麼清楚 So all the masters 彈這些出來 They re-express them So they Because right before they play it They know what to play The split second before they play 他聽到 Next word是什麼 明白嗎 那這些很熟的言語 就是 Like this I can hear it 我音很熟 With the melody and the chord I can hear it Jazz 都一樣 是Different language 是 창者 catalyst Latino 事實上 是 非常之間 有ую 那些�� 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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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